各位老師,我今天要介紹的是一些Arjuno的元件 比較常見的元件,像這個的話是屬於四伏馬達 它可以依照你的設定去調整它的角度 它最多幾度? 最多好像到270度 可是它沒辦法旋轉到360度 可是也有賣可以旋轉360度的四伏馬達 可以自己去尋找 這個比較便宜就對了 再來這個是光明電阻 所以它變成是它感受 就是有光線的時候 有光線的時候可以感受到 有光線的時候它on 然後沒有光線的時候就off 就是譬如說人有一個暗示的時候 譬如說有一個手電筒靠信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風扇就會轉 對對對 再來這個是傾斜開關 它這樣的時候是 平的時候是off 然後轉一個 轉個方向之後它垂直的話就變on ok 這個比較像是水銀開關的效果 對 好再來這個 這上面的話 這個是屬於那個磁鐵感應的 好我們看一下 它名稱是霍爾的 霍爾感應開關 然後就是感應它磁力的 所以如果 讓我拍一下 看一下 ok好 如果有磁力的話 它一樣有偵測到磁力的話就on 沒有偵測到的話就off 就是關閉的狀態 好 所以那有的玩具就是放一隻小狗 然後我們叫小朋友 就是拿一個狗骨頭過去 狗骨頭是有磁鐵的 然後過去的時候狗就會旺旺叫 或者是張開嘴巴之類的 然後這個的話比較特別 這個是紅外線感測 因為紅外線屬於不可見光 我們看不到 可是可以用這個感測器感測到說 有沒有紅外線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超聲波的感測器 它會打出一些超聲波 然後去 它如果碰到障礙物的話就會回傳 然後回傳到給Arjuno Arjuno就知道有障礙物了 它比較常用在那個自走車上面 自走車它就這樣去偵測 有障礙物它就停 它就轉彎 像那個掃把 程式都要自己去寫 ok 好像這個是麥克風感測器 就是它如果接受到一些 大聲講話嗎 大聲的音量的話 它一樣就會開啟開關 ok 然後 比較建議是這個把它放在 因為 它那個收音的範圍很窄 所以我建議是 如果要玩收音遊戲的話 可以放在那個紙杯裡面 它對紙杯講話的話就會有反應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有回音 然後這兩個的話是屬於那個 循跡感測器的 對它會尋找那個 你說像地上畫一條黑線嗎 然後它就會去找黑線那一條 對然後就沿著那一條 像洪志走車都要玩這個對不對 對對對 ok 不過那個我們可能 再來想看怎麼玩 好 大約就 因為其他零件都重複 大約就介紹到這邊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